各位大德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继续来研究无量寿经 上次已经讲到了这个三十五的最后 所以呢还没有完全解释完 那么这是六八六七九 我们先从六七九这边的经文 最后的这两段经文再给他念一遍 六七九页 天地之间五道分明 善恶报应或胡相成 生自当之无谁待者 善人行善从乐入乐 从明入明 恶人行恶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谁能知者独佛知恶 教语开示信行则少 生死不休恶道不绝 如是世人难可俱进 故有自然三途 无量苦恼 辗转其中 世事累劫 无有出奇 难得泄脱 痛不可言 六八一 如是无恶 无痛无骚 譬如大火 焚烧人生 若能置于其中 一心自意 端生正念 言行相互 所作自成 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生独度脱 或其福德 可得长寿泥环之道 视为五大善也 这个是 着实恶苦第三十五品 的最后两段 上次来解释到了 这个 善恶报应 祸狐相成 那么最后呢 就是有一个 原字时的这个故事呢 请你们务必回去自己看 因为已经蛮白话的 那么你看到那个故事 你就发现世间人真的很像那个姓谬的人 这样子的人呢 好像也还不少 所以怪不得呢 那个原字时呢 会非常的生气 很想要杀了他 不过一念之间 转念之间 从想要杀了他 然后呢 想到杀了他 就会影响他全家人 所以这一念善念转过来 就放弃了 那么就是因为他平常跟那个 小宫庙的那个宣言翁 新宣言修道的 有一点熟 所以呢 这个五根的时候呢 他这样走过来 走过去 那么修道人 清晨就起床了 开始在那边修行了 然后呢 庙门打开 所以呢 原字时走过去 他都看得到 结果呢 很气的时候走过去 后面跟一堆凶神恶鬼 然后呢 转念之间 回来的时候 后面跟的是善神 所以 因为平常就熟 所以白天的话呢 就特别去问那个原字时 原来知道 就是一念之间 就后面跟的鬼神差这么大 所以我们上礼拜呢 就做这个 用这个做结束 就是提醒大家 转念之间而已 起心动念 转念之间 后头的因果 就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用这样来解释 祸乎相乘 好 那么六八灵业这边 中间 开始解释 前面那个经文 这个善人行善 从乐入乐 从明入明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我们上礼拜 有稍微简单讲过 你从现在行善 如果善业的力量够强 这一生就可以有好的果报 所以从乐入乐 那个第一个乐是宪法乐 就是这一生就有善的乐报 就现前 那你继续维持下去 继续坚持下去 将来就必尽乐 然后呢 从明入明 一样的 你好好的修 就能够呢 从越来越有智慧 道德一切种智 反过来说 恶性循环 从恶 一直行恶 恶人行恶 从苦入苦 现世苦 现世的 苦的果报就现前 一直到来世呢 那就可能入三土苦 三土道的苦 然后呢 从现世的愚痴 乃至呢 入到这个地狱去 所以呢 这边呢 我们 就 互习前面的 讲的 花报 跟果报 所以 从乐入乐 从明入明 就是好的花报 一直到呢 好的 善的 果报 从苦入苦 从明入明 那就是恶的 花报 一直到恶的 果报 所以这个 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 我们观察 周遭的很多现象 很多人 不管你认识的 或者是你的亲朋好友 或者是你不认识的 或者是你观察医院的 里面的很多病人 等等的 都会发现 好像呢 就像经典里面讲的 都表演 都表演给我们看 所以 这个 后面的经文 就是说 谁能 自责 独佛 之耳 除了是 赞叹佛陀的 智慧 完全知道 众生的果报 另外呢 也可以说 只有真正了解 佛法 认识佛法的人 他当然就知道 这样子的 因果关系 这个 独佛 之耳 那个佛 也可以是佛教 也可以是佛法 然后 佛把这些道理 告诉我们 教育 开示 结果 信行则少 相信的人 少 那愿意依教奉行的人 更少 所以这样叫做 信行则少 那既然 没有照着 这个佛的开示 去断恶修善 当然 果报呢 就越来越不好 生死不修 恶道不绝 这样世间人呢 可以说呢 很多 难可俱进 所以很多人 平常一直照一 一直照恶业 将来的果报 就是自然三土 无量苦恼 辗转其中 甚至呢 恶业太强 生生世世呢 都在三恶道里面 乌有出奇 难得卸脱 痛不可言 所以 这个是 这一段的大义 那上礼拜 就讲到这里 然后呢 接着就是 六八一页 首先呢 也是一样 先从前面 把它做总结 照了五二的因 就有五痛五烧 的花报果报 那么这样的果报 现前的时候呢 譬如大火 焚烧人生 很 很痛苦的 那么 这个 如果你去看 那些 曾经有烧烫上的人 发表的那种 经验报告 那真的是很痛苦的 即使呢 只是烫伤 然后呢 造成了身体某部分 皮肤 都会 让他事后的心理恢复 精神上的恢复 都要花很长的时间 他才能够恢复 所以 这个 经文用 大火焚烧人生 就是用这个来辟育 受果报的众生 就好比是这样子 其实是很痛苦的 可是那个时候 才要来后悔 来不及了 因此 佛才会说 你真的了解是这样 那你要在这里面 置于其中 一心之意 这个其中是指哪里呢 就是在这种 五着二世当中 就在我们这样的 五着二世当中 能够一心之意 端身正念 等等等等的 这个 你就能够反过来 翻转五二 而成五三 所以黄天主导居士的 注解第一句话 就告诉你 这整段就是这个 正因为这个世间 充满了五二五痛五烧 一般的人 都是在造恶业 那你能够知道 能够愿意多少 很努力的去做 那你功德就很大 因为大环境不好 你还能够呢 勉强的去把它扭转过来 自己这边 不是讲 扭转整个社会风气 而是呢 你自己愿意这样扭转 你功德就很大 所以为什么会写的 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前面那边 一心致意 代表呢 就是你很用心 很用心的 去克制自己的那些念头 为什么要致意 我们的习气 贪嗔吃慢 烦恼的习气 太深了 在五卓二师里面 不要忘记 如果我们不是有 这样子的业力 怎么会是生长在 生在这个时间 这样的环境里面 我们会在这个时间点 这个环境里面出生 一定有相应的业力 除非 除为什么 除非你是发愿来的 你说有可能 你不要顺着我的话讲 你自己反省反省 你觉得你真的是发愿来的吗 你看那个祖师大德 人家那个是真的发愿来的 人家那个年轻年轻的时候 或者是小孩子的时候 或者是二三十岁 才开始修行 修个一二十年 就是一代大师 请问我们自己 我们学佛学了几年 还是这副德性 怎么会是发愿来的呢 可想而知 所以就撇掉这种想法 我们是业力来到这边的 那既然是业力 不转过来 那言行相复就是说呢 那你学到多少 你就要实践多少 当然 你可能越学越多 学得很快 学得很多 这时候想要马上就能够言行相复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尤其是像我们喜欢学教理的 一下子三五年就学一堆 尤其在座各位 可能有好多人都是参加很多班 进度也学 天台也学 华园也学 为师也学 在家力学也学 还不止这个价日佛学班的 各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课程 也都有学 一下子学那么多 这时候一下子要言行相复 恐怕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他会说呢 尽量学多少 就实践多少 不能够做到说天天进步 也不可能说一下子能要求自己 每个月每个月都进步 起码一年一年都有进步 这样或许好一点 所以这个呢 是在这边附带说明的 所做自成就是说 你真的呢 都用很真诚心 希望去改变自己的身口一三叶 能够从中断恶修善 乃至能够修善 珊瑚漏学等等的 这样子 那现在呢 那一句话比较难懂的就是 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为什么是独作诸善呢 如果老和尚的解释呢 就是说呢 说破世界的众生 武作恶事的众生 云云的众生 苦海无边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众生都跟我们一样 都认识佛法 都知道要如何断恶修善 所以老和尚的意思是说 不要说人家也这样做 所以我 我这样做有什么不对呢 他说 人家要入三二道 你要跟着入三二道嘛 所以 不求他人 独作诸善 不必去管别人是怎么做 就是我们自己学佛 学多少 然后实践多少 也不一定要等到人家肯定你 或者是人家要教化你 要苦劝你 那你才愿意做 做善 你就自己认识清楚了 下定决心了 就这样去做 依着佛法 依教奉行 独作诸善 所以大致上呢 老和尚的解释呢 是这个意思 不必看别人 不一定要跟别人做比较 这样独作诸善 第二个意思呢 你看哦 前后两句 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这两句相对来看 只作善 不作恶 你也可以这样看 存善无恶 因为 如果你能够这样做的话 那你前面的 端生正念 言行相互 所作自成 跟下面的 得度托 得长寿 泥环道 就完全相应 所以他 他这两句呢 也可以说呢 就是纯善无恶 叫做独作诸善 不为众恶 就是老上讲的 不夹杂 一丝毫的 一分一毫的 这种恶念 用十善业道经的那种讲法 独作诸善 这时候就能够得 长寿尼环之道 尼环就是涅槃 后面有注解 尼环 涅槃 这是原正三德 之治国 那三德 法生德 波罗德 谢托德 所以这个 是经文的解释 然后翻过来 六百八十二页 最后总结的时候呢 就说 本品广名善恶国报 就好比 观经里面的 深信因果 然后引用 彭济清 居士的 无量寿经 其信论 这一段要说明什么呢 看起来只是 断恶修善 是人天的善业 但是呢 实际上 以念佛因缘 回向极乐 就可以把这种 人天的善业 变成是什么 敬业 敬业 所以 他后面说呢 念佛之人 能转恶业 何有天业 而不能转 他是用这样的逻辑 以此类推 善业 转成敬业 恶业都能转成敬业了 那善业不能转成敬业吗 所以 黄内主老居士 在后面就补充说明 这个就也叫做呢 待业往生 待业 待树叶 过去的业 不待现行的业 然后 后面他就补充说明 所谓的 不待 不待现行业 是带树业 他说你看 行人 习敬 你修净土 一面念佛 一面作恶 你这样修净土 决定不能往生 这个要详细讲 什么叫做恶业 照你这个标准 那几乎我们 很多人都不能往生 所以 这个要稍微分析 我们凡夫刚刚说了 业障重 烦恼重 不可能一下子下定决心 说我一定要断恶修善 我要存善无恶 就马上能做到 那这时候 你没有办法完全存善无恶 可是你念佛 这样的话 如果这样他说的 一面念佛 一面还是有恶 不是存善 还有恶 那这样就不能往生 所以你不要误会这个意思 我们刚刚这样说 你已经决定要断恶修善 用善业转成敬业 你下定决心 虽然不能够马上做到 存善无恶 但是你有再进步 一年比一年进步 一个月比一个月进步 甚至如果像老和尚讲的 一天比一天进步 虽然没有办法 说存善无恶 马上做到 到临终的时候 还是一样 不可能马上存善无恶 但是呢 你已经在这方面 在努力 不能说不能往生 只是来看品位 品位就不是像上三品那么高 或者是呢 只是下三品 下品上升 或者是中品下升等等 这样子 所以这个是要了解清楚 他这边讲的 限述业非限行业 就是说过去做过了 过去做过了恶业 那么你即使忏悔 可能也没有忏干净 但是呢 你下定决心 不再造 不要让他继续造 所以就非限行业 如果他后面讲的那个 一面念佛 一面作恶 就是你根本没有注意这件事情 你就放纵自己的 谈成痴 放纵自己的 身口一三叶 自认为 我有念佛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应我 因为 之所以能够往生 是因为佛的大愿力 接应我们的 不是靠我们这小小的修行力 所以只要完全相信佛 就一定能去 所以你有错误的认知之后 你的身口一三叶 就放纵自己 还是没有克制的去造恶业 他要讲的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 一定到临终的时候 一定要存善无恶 不要误会这段话 否则你误会这段话 这样子 那我们一般凡夫 虽然一面念佛 一面还是多多少少有恶 有时候杀到鱼是没有 但是贪嗔痴好像都很有 很难断 那这样的话 他说一面作恶 这样就没有办法往生 那这样功夫要很好才能往生 不要误会这段话 所以墨学讲了这么多 就是要让大家对这段有些了解 那么 六八二到六八三的后面到六八三的前面 他主要就是要讲 修净土 用断恶修善 这种善业回向也可以往生 所以六八三的第一行 就是说 尽忠之庙 在于照真答俗 若广行众善 照乎当前社会 变成你自己敬业的住行 你行善 可以帮助到社会大众 又变成是你的住行 这里面你有身性切愿 你有慈佛名号有三十两 至他兼利 那你一定是上三品往生 你发心不是只有善心 你是用菩提心去广行众善 那一定是上三品 好 那么六八三的第三行开始 这段呢 我们念一下 慈品广民着事恶苦 所以指广成四相 实则原显一心 怎么说 心慧则土慧 心恶则去恶 所以会感得五着恶事 感得三恶道 无非都是自心所限 业力所感 自心所限 所以为什么无量寿经 要把良土的敬慧 这样详明 就是要让你了解 要心敬厌慧 所厌的呢 要厌离自己内心的染污 污垢这边 所心的呢 也是自己自心的清静 光明 安乐的这部分 不是只有四项上 也是没有离开 一心 那就引用 弥陀耀解的这段话 说不世界是自心所感之会 自心会 理应愿离 极乐是自心所感的净土 自心的净土 理应心求 你修 修学佛法 想要成佛 不就也是在求自心的清静吗 所以呢 这个跟一般通图教理 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后面这段话就特别了 厌慧须舍之究竟 方无可舍 心静须取之究竟 方无可取 所以就引用 智者大师 智礼大师的观金苏妙中操 说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策 就是没有两样 这段话我们待会看筑解 也就是说 你先这样了解 急呢 就是到达就近处 到达急处 就近处 有取有舍 如果到达就近处 跟不取不舍 没有两样 如果你没有这样了解 你只想要 舍事取礼 你只止礼废事 从上不取不舍 这种礼 你看 但上 上就是从上 不取不舍 这样的礼 那你执着这样的礼 废掉四项上的取舍 既然你废了四项的修行 礼就不圆 如果你能够通达 士即礼 礼即事 这时候 取一即礼 舍一即礼 一取一舍 无非法见 这边你看一下上礼拜的讲义 最后一段 如果没有的话 你可以看电脑这边 应该有 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 上礼拜好像还有圣 所以就引用偶艺大师的 临风中论里面 刚好有这一段注解 这个急者 取舍若急 他这边用字就更容易了解了 取到无可取 舍呢 舍到无可舍 这样叫做取舍若急 取到究竟就对了 所以到了无可取 无可舍 就跟不取舍就相合了 非仅以取舍 做无取舍会 后面这一段呢 就是说 你对于这个取舍若急啊 你要正确的了解 是这个意思 这两句话的意思 取到无可取 舍到无可舍 而不是只是用这样子的 去了解这句话 就是呢 取舍若急 只是理上讲的 这样叫做呢 仅以取舍 做无取舍会 正欲急之 不欲无之 这两句话比较难懂 意思就是说 你一定要把取舍 做到究竟处急处 不是叫你不要取舍 不欲无之 无呢就是没有 知呢就是取舍 不是叫你不要取舍 是要你取舍到急处 如果你没有取舍到急处 你就强调呢 不要取舍 便欲无之 这时候你会变成什么 恶取空 你以为 我直接不取不舍 不有这个动作 就跟取舍若急是一样了 便宜 便宜欲同 正属妄言 你骗自己的 也就是说 我不取不舍 我就跟那个最高的理体 空性理体就相应了 你事项上没有修行 没有真正的断恶修善 这种取舍 也可以用断恶修善 这样来解释 然后或者是呢 这个舍 舍会 取静 舍染 修静 你们做这个动作 反正这些都是相对的 诸法平等 法性平等 最高的就是中道 我不取不舍 我现在修都不修 我就是最高的中道 你们还在那边 从事项上去修行 落入了着相修行 对不对 我们这个才是最高的 如果这样 我不用认识 我就跟你同样 我也是最高的 我连学都不用学 你还要学的时候 你才知道是这样 不用修就是最高 我连学都不用学 我从你那边我就学到了 原来这样就最高 太棒了 所以不要误会 这个偶尼大师的意思就是这样 取舍若即 就是你真的要把功夫 做到极处 取到无可取 舍到无可舍 这才叫做取舍若即 才是真正的 跟不取不舍的 中道第一地 最高的空性 毕竟空相应 所以你看这边写了 若难舍惠就尽 取尽穷源 这时候才是尽惠就尽平等 苦欲三道五卓 当体就是极光净土的三德 若波世界的这种五卓二四三道 就是霍叶苦三道 当下就是极光的三德 波尔德 谢托德 法生德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引用 欧毅大师的临风中论来补充说明 这个取舍若即 这时候你回过头来看六八三页 这边 你看 他也写的 宴会须舍之就尽 方无可舍 心尽取之就尽 方无可取 如果不是这样 你只是崇尚 不取不舍 结果你是直理费事 费了事向上的修行 你的理就没办法达到最圆满 倒过来说 你真的了解通达 事就是理 所以你取也是理 舍也是理 取舍都跟中道地义地 都跟真如法性是相应的 无非是法界 一真法界 或者是真如法界 也可以 所以黄念主老句是说 要解这个说法 事理圆容 妙气中道 所以为什么后来 黄念主老句是最后要补充这一段 就是告诉各位 经文写的是写 娑婆世界的五座恶苦 可是一开始经文 无量寿经整个一开始是 从法藏比丘 法藏菩萨 一直到修行 成就阿弥陀佛 成就极乐世界 这样的亲近庄严 前面都讲的是 亲近庄严的功德 功德相 后面讲的 娑婆世界的五座恶事 那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对比 所以他才会说呢 从事项上来说 有这样的敬慧的对比 实际上就是要告诉你 一心 真如本性 我们的佛性 表现出来的 净土也好 惠土也好 娑婆世界也好 武装二世也好 也都是我们一心所献出来的 极乐世界那也是 可是怎么样才能够让你 自信里面 佛性里面的这一种 清净庄严的净土 功德庄严 能够献出来呢 那你当然要修行 那借由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 佛号的功德加持 就能够让我们 佛性里面 本来具足的这些 自信清净庄严 能够展现出来 表现在事项上就是 你往生极乐世界 你看到的就是极乐世界 那就好像我们过去 因为呢 长久以来 无始劫来 都烦恼相应 都是造的是染液 六道的液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的真理本性献出来了 就是我们现在的果报 六道的果报 乃至呢 现在的人道的果报 都是我们自己的佛性 表现出来的 那我们看 现在的果报是如此 不要忘记 都是跟自己的业力 业力所感 自信所现 所以他整段就是要讲 这件事情 好 接着下面 第三十六品 重重毁灭 第三十六 请看六百八十四 我们把经文 整个念完 这一品的经文就不长了 佛告迷勒 无欲如等 如是五恶 五痛五烧 辗转相生 敢有饭池 当立恶趣 获其今世 先被病殃 死生不得 世众见之 获一受众 入山恶道 愁痛酷毒 自相娇然 共其怨驾 更像杀伤 从小围起 成大困惧 兼有贪着财色 不肯失会 各一致快 无乎屈直 吃欲所迫 后己真利 富贵荣华 当时快意 不能忍入 不务修散 威势无己 所以磨灭 天道失张 自然纠举 穷穷 中中 当入其中 古今有事 痛哉可伤 如等得佛金鱼 首师为之 各自端守 终身不待 尊圣尽善 仁慈不爱 当求度是 拔断生死 众恶之本 当离山途 幽不苦痛之道 若朝作善 云和第一 当自端心 当自端生 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身心静节 与善相应 物随事欲 不犯诸恶 颜色当何 身形当专 动作瞻事 安定虚伪 做事仓促 败悔 再后 为之不地 忘其功夫 到这里 这个整个品名叫做 重重回眠 所以六八三页的最后一行 华内祖老句是说 是为了要折服众生的恶业 所以要不断不断的回眠 所以首先先讲恶因恶果 令之畏惧 最后劝要端正身心 要好好的做功夫 免得以后后悔 所以请看今天的讲义 所以原则上就是 总共三段 虽然中间有一行 好像特别做成另外的一段 但是那个可以放在 放在第一段里面 所以请看今天讲义的重点 第一个 本品所名 五二五通五少 辗转相生之祸 所以这个就是 六八四六八五这边 然后呢 次段从名三读 恶因反复戒回 那个就是六八六 六八六这边 然后最后的一段 就是六八八 朴圈文经之仁 专经修善 更显如来的彻底悲心 大致上就是分成这样的三段 这里面呢 比较重要的就是 佛讲的 云合作善 作善云合第一 若潮 若潮就是你们 你们作善 什么叫做第一善 经文写得很清楚 当至端心 当至端生 耳目口鼻 至皆当至端 所以注解里面就说了 六根要端正 经文写得 身心静节 与善相应 简单的说 就是呢 身心都要离构无染 身口亦三叶 身之所行 口之所言 意之所失 都是善 身口亦三叶 都是善 身的来讲 这边要讲端正 六根 三叶要端正 三叶六根端正 要有始觉制 弃本觉理 你要有那种智慧 弃入那个本觉理体 那才是与善相应 所以这个后面的 我们讲到经文注解 我们再多说几句 然后呢 那再来六根至端 这边 如果是在耳朵 就是我们所熟悉的 观音菩萨的耳根原通章 反文文字性 这种耳根原通 可是如果就进读中来讲 那就是大四字菩萨 大四字法王子的念佛法门的 都色六根 静念相继 就是六根端正 都色六根 静念相继 用一声佛号 色受六根 六根至端 林峰大师就偶艺大师 佛号投意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心既然是佛 六根通通都是佛 这时候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你用六根来色受六 用佛号来色受六根 六根通通都跟佛相应 所以至端 就是一声佛号 六根自然端正 自然就可以身心静节 与善相应 那个善 就是跟佛相应 是心是佛 简单的讲 这个第一至善 做善第一 那就是用念佛 都色六根 静念相继来解释 这是这一品里面的几个重点 好 所以请看到六百八十四页 一开始 佛又对着弥勒菩萨讲 特别交代一下 无欲如等 我特别告诉你们 把前面的经文 再重复重点说一下 这样子的五二五痛五烧 是辗转相生 为什么 受苦果的时候 常常我们众生 又迷惑颠倒 又去造恶业 比如说今生会贫穷 就是前世造太多 偷盗业 吝啬的习性 不肯 不肯 不失等等 所以这一生贫穷 结果 穷到不行 他又去偷 又去骗 又去抢 所以才会说 辗转相生 说不好的果报 他又心不甘 情不愿 又再去造恶业 越造就越重 每况愈下 所以佛才会说 敢有犯此 当立恶趣 或其今世 先被病殃 死生不得 就是五痛 滑报 四重见之 或于受终 入三个道 就是五烧 果报 所以导数第五行 他就引用 旺西斯的讲法 一开始讲 恶生痛烧 恶是阴 有阴 所以生果报 后面就讲 有果报 又再生恶 再生痛 所以辗转 静影书 就是会员法师 也一样 出名从恶生痛 下面从恶生痛 通通都一样 有那个恶因 所以就有那个恶果 但是呢 你看导数第三行 恶趣的众生 三毒迷胜 所以那个果报 现前的时候 他又再造恶 又再受果报 平常我们 一般人不是都很怕鬼吗 认为鬼都会伤害众生吗 实际上 就是这一段的说明 其实如果你倒过来看 恶鬼有的 称之为恶鬼 那个恶就是饥饿的恶 他真的肚子很恶 所以他其实很可怜 但是有的恶鬼的恶 是邪恶的恶 他为什么这么邪恶呢 如果没有恶业 他怎么会去堕入轨道 但是那种烦恶 恶业的习气 又一直延续 甚至到了轨道 他又变强 又会想要去造恶业 伤害众生 所以就是这一段的说明 三毒迷胜 烧护身恶痛 就是这样子 所以真的 从佛菩萨的眼中来看 三恶道的众生 真的是很可怜 那我们一般我们凡夫是 因为无敏无知 都觉得好像很可怕 实际上是很可怜的 好 那么经文 刚刚解释过了 今世先被病压 死生不得 世众见之 就是华宝 在六八五页的注解 那这个真的是死生不得 如果那个病 没有马上就让他死亡 真的是很苦的一件事情 然后这个接下来 这个受众入善恶道 那就是果报五烧 这个都好懂 接下来六八五页的经文 供其愿家更相杀伤 从小为起成他供俱 靖宁书说这一段 是特别讲的是 从烧起恶 你说怎么看出来的 刚刚讲烧是果报 起恶呢 他的注解其实是说 这边起的呢 就是呢 又更相杀伤 从烧又造杀身恶 也就是说 因为有术士的因缘果报 所以大家会在一起 不管在三个道也好 在人道也好 所以这些愿家在一起 那是果报 果报现成之后 彼此之间一看到了 又不顺眼 又很容易一点点的小事故 又互相伤害 所以叫做从烧起恶 又造恶业了 又结仇了 下辈子呢 又因为有这种仇恨 又一定会连在一块了 所以从小为起成大棍拘 一直循环 一直循环 你看686页就讲了 从为自助 越远越烈 无有穷其 众生与众生之间的那种怨愁 如果没有修行 没有看破放下 真的只会越远越烈 无有穷其 所以我们就被捆在这里头 困惧 就是被捆在里头 出不去 很严重的这些果报 永远都没完没了 所以这个是说 从烧起恶的 杀身的恶 再来686页这边 皆由贪着财色 不肯示惠 也可以说 因为果报不好 所以你就会去 想要去贪更多 抢更多 骗更多 从烧起的是 杰道的恶 托盗 欺骗 那种杰道的恶 然后后面 这个吃欲所迫 后己 真理等等 也可以说 这里面就包括了 邪淫的恶 妄语的恶 因为无辜屈指 没有是非 没有善恶 没有惭愧 无辜屈指 吃欲所迫 所以是从烧起 邪淫 妄语 都有 然后 互贵荣华 当时快意 你可以把它解释 因为有一些好的果报 结果 你要去造 这些饮酒 吸毒 等等 当时快意 不能忍辱 不勿修善 所以 也可以说是从烧 所起的恶 但是呢 皇帝主老屈指 把它放在呢 是三毒恶音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些 恶的果报 是因为有贪 有撑 有吃 他是这样子来解释 但是整体来看 大概呢 我们都互相说得通 之所以你送到果报不好 你再继续造恶业 就是不会离开贪生吃满 一定都是因为贪生吃满 只不过这篇经文写的 贪着财色 或者是呢 不肯 不肯这个布施 然后呢 只想呢 自己快活 所以不再有是非屈指 不问是非屈指 只图自立啊 所以他后面就注解了 只图自立 不问是非屈指 完全是因为愚痴 愚痴 逼着自己去走向这条路 后己真利 只希望呢 让自己得好处 征求自己的利益 所以最近的 最近的这个社会新闻 电视新闻 就是很明显 为了什么 为了钱 几十亿 二十四亿 两百多亿 那你说这后头 是什么 不管哪一方 不管是谁 那就是贪 就是这句话 痴欲所破 所破 后己真利 富贵荣华 当时快意 相信当时候 他拿到这些钱 有人传文 不是说 他们喜欢赌博 然后呢 甚至去赌 那个赛哥 彩金都是几 用意赛算的 所以 当时快意啊 很过瘾啊 出去呢 都是 一副大哥 人家呢 都是 董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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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喊 对你了 巴结的 现在呢 赶快撇清 都跟他没有关系 都跟他没有关系 这就是世间 就是这样 你能怪人家事态延良吗 只为自己啊 你看后面那句 威势无己 水已磨灭 前前后后十几年而已啊 就别扛了 让你长一点 二十年 二十年之后 你欠下来的 你跟 跟两千三百万 国民欠下来的 这些钱 你要 什么时候才还得完 那如果在中国呢 那不是跟两千三百万 是跟十几亿的人 欠的债 所以在台湾还 还好一点哦 只有两千三百万 这样想 你好像觉得还OK 别傻了 那个二业都很重 好 那么 威势无己 所以磨灭这边 请看今天的讲义哦 就一般人讲的 人无千日好 千日几年 三年而已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主政美景不长 所以 当时候的乐 后来变成苦 原因就在这边 三界 欲界色界 五色界 其实一切众生都是苦 举例来说 本来身体很健康 偶尔四大不调 诸根痛患 生病 就很苦了 所以呢 历史上就是有这么一个说法 三国时代呢 很厉害的张飞 他也很害怕 生病 无可奈何 他曾经对诸葛武侯就是诸葛亮 我谁都不怕 诸葛武侯就是诸葛亮 在手掌心写一个病字 不让别人看到 就让张飞自己看就好 他说你这个怕不怕 张飞说 这个怕这个怕 可怕可怕 所以你看一代武将这么厉害的 也怕生病 更何况一般人 而生病无常 一般凡夫 常常有可能 所以 神安法师的这个诗 就很值得警惕我们 你看 四大因时偶战乖 四大不调 偶尔会不调 此生无忌可安排 你真的是拿他没辙 禅灯流影不成梦 夜雨滴愁空满街 这两句话 你要自己想象那种画面 什么画面呢 只剩下自己 在那边生病 然后家里面这样暗暗的 街上也暗暗的 禅灯流影就是 平常照顾你的人 也不可能就一直都陪在你身边 人家也要休息呀 你生病 结果就是晚上睡不着 很痛苦很难过 所以呢睡不着 陪伴你的照顾你的人 也暂时去休息了 所以你就看到了 禅灯流影 睡不着不成梦 就是因为你睡不着 然后往外看 往外看看到 外面还在下雨 半夜下雨 然后呢 低愁空满街 路上都没有人 然后呢 滴雨滴雨滴的 就又感觉呢 惆怅凄凉 这种情形 如果你身体好的时候 马上躺下去就呼呼大睡了 根本都不会有这种感受 正因为身体不舒服 睡不着 陪伴你的人 又暂时去休息了 只有你有你一个人 然后身体又很难过 然后往内看 往外看 统统呢 都觉得 哎呦 怎么这么苦啊 自喜欢愉何处去 止尽苦痛 有谁怀 谁关怀你啊 那出家师傅写这个 更能够显得出来 起至极乐 清虚体 自在游行 百欲界 就会很向往 如果往生到极乐世界去 那种清虚之身 无极之体 就绝对不会有老病 死苦 多好 自在游行 所以 这边呢 就是 引用这些 让大家有一些体会 当时快意 不勿修善 威势无几 水已磨灭 常常就是从 自身的苦痛 病痛 就先开始 有人说 有人说 哎呀 这样一来 如果能够 一下子心机梗塞就走人 那个人是很幸福的 你是对比这种 长年累月的病苦 来说 这样的人算是幸福的 家属也幸福一点 可是 如果你从他的果报来说 就很难讲 突然 还没有做好准备 突然心机梗塞就走人 请问 他陷入中阴森的状况 他会不会也是彷徨 不知道怎么办 怎么突然就死了 我还有很多事情没做 我还有事情没交代 怎么就这样走人了 如果你是你 你自己想一想 你是死者 你真的会觉得自己是幸福吗 再者 会有这样子突然就死亡 如果他不是陷入中阴森 或者是直接就到 阎罗王那边报道呢 那你说 他的果报会是什么 如果平常没有多造一点善业 那到阎罗王那边 审一审判一判 三六道啊 你说那如果平常有善业 平常如果多修一点善业 怎么会是突然心机梗塞 就突然暴毙呢 这个恐怕 理论上面很难推出来 他善业平常修得多 但是不敢说他一定没有修善 我们不是说他一定没有修善 我刚刚说的是 很难推出说他善业修得够 临终的时候是这种 这种突然走掉的方式 通常我们讲五弧 其中有一个叫做善终 这种临时突然暴毙的 不是善终 可见他不是五弧之一 你说 这样讲一讲 我们对啊 要多修善 你说来不及了 念阿弥陀佛 善终之善 福中之福 起码如果真的平常俯修得不够 但是佛号一直都紧紧抓住 信愿 慈明 三支良都紧紧抓住 善业不够 起码你突然醒过来说 我已经死了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快快念 快念 陷入张宁生状态要快念 不然要怎么 那代表你平常信愿行三支良 是很清楚的 正念是常常保持住的 但是因为福修得不够 所以还会有临终的那种 突然暴毙的这种状况 突然死亡的状况 如果你一方面有信愿行三支良 一方面也有修福 正住恶行都有 应该不会有这种情形 大家要多想一想 接着讲经文 天 天 天道诗章 自然纠矩 那个字念纠矩 那么其实跟六八七页的二四六八 第八行 静影书里面那个旧字 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因果必然的道理 叫做天道 造恶必章 就是一定会把它显出来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所以会书直接讲白一点 天道就是因果报应的国报 然后呢 事已发者依法断割之 就是已经不康的 就依世间的法律 事未发者审查之 就是后头有天地鬼神 会主持公道 纠矩 现象上看起来是天地鬼神在那边审判 实际上就是因果必然的道理 自然纠矩 就是自然就会显出什么样的道理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能够把它们给显示出来 穷穷中中 当入其中 穷穷呢 就是忧失 无所依 就感觉很忧愁 然后好像很孤独 没有依靠 中中的话呢 就是内心很不安 惊慌思措 所以叫做穷穷中中 那个中是有卷舍的知 穷穷中中 我们台湾国语讲的不太很标准 会练中中 穷穷中中 当入其中 所以当入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看 他后面引用会说就更清楚 穷穷 独生独死 中中就是金黄思措 有那个业力 就本来拉到哪里 拉到六道轮回里面 拉到三二道的果报里面 其中就是五道 六道 轮回 如果二叶重 那就是 就入到三二道去 古今有是痛哉可伤 古今中外 不是只有古今中国 古今中外 通通都有这样的因果报应 好 六八八叶 佛就劝我们 既然现在学佛了 得佛经语学佛了 熟师为之 好好想一想 该怎么做 你就知道了 各自端守 端守你看注解 儒教奉行 倒数第三行 六八八的倒数第三行 然后前面就写了 要从师起修 闻师修 德国经语就闻 熟师为之是师 各自端守就是修 所以端守就是儒教奉行 那怎么奉行呢 尊圣尽善 仁慈不爱 尊圣尽善 圣跟善都是往上的 仁慈不爱都是往下的 所以他的注解里面 把三宝讲出来 这种圣跟善 就是三宝 仁慈不爱 就是对一般的众生 所以你可以这样解释 往上跟往下 都要能够尊敬 然后要能够仁慈不爱 然后接着 当求度士拔断生死 众恶之本 你要求度士 就是能够超越这个世间 那怎么超越 当然就要拔断生死 众恶之本 拔断生死的根本 所以注解写得比较清楚 自度度他 这叫做度士 自决绝他 自己能够超越世间 也能够度士间人 超越世间 世间就是流到轮回 所以这样叫做度士 自度度他 令众生都能够断生死 众恶之本 他这边写得比较简单一点 勤修戒定慧 息灭贪嗔痴 就是拔断生死众恶之本 六道轮回 贪欲为本 但是又说 生死古海 自为能度 用智慧去断 贪欲无名 就是拔断生死之本 所以到底生死的根本 是无名 还是贪欲 请看讲义 照说生死的根本是无名 但是它表现出来的 就是我们的贪嗔痴三毒 种种的烦恼 所以是从这种无名 然后表现出这样的烦恼 依着烦恼 再去造种种的业 有了业因 当然就有果报 所以照说要拔断生死 众恶之本 那就是要断无名 所以这个地方用一本论 叫做发之论 阿比达摩发之论 小生的论 诸所有恶趣 此事及后生 皆无名为本 但是贪是帮忙的 帮你生死 轮回不断 所以引用这四句计 就是要让大家了解 生死根本无名 那你要拔断生死根本的无名 要用般若智慧 你想要有会的力量断无名 你还是要有前面的戒跟定 没有前面的戒定 你的会起不了力量 那种会 常常举例来说 就好像人家 在房间里面 点了一盏油灯 蜡烛 结果那个窗户是开的 外面的风一直吹进来 你把那个蜡烛 油或者是油灯 放在窗口 一下子就被风给吹洗了 那个叫做进戒风 吹洗你的智慧灯 那你怎么样让那个智慧灯 能够发挥效果 起码有一定的那个亮度呢 就是把窗户关起来 不要让它吹风 这个就好比用戒定 把进戒风挡起来 不要被进戒所影响 所以就是用戒 用慈戒 用修定 这时候你的会 才能够发挥力量 所以如同嫩言经里面写的 你看 修行三决定义 为什么用个决定义 一定不能够离开这三件事情 这是决定的 哪三个 戒定会 可是戒是什么 色心为戒 你能不能够收射你的心 透过持戒 把你的心能够收射 不要随便乱跑 不要随你过去的想法 跟随你的习气 这样才叫做 色心为戒 持戒结果 没有达到这个效果 那不是持戒 然后阴戒才能够生定 阴定才能够发挥 所以这样叫做三无漏学 所以断恶修善 其实就是色心 你让自己的心有一个标准 不是照以前的想法 照以前的烦恼习气 你既然有认识善恶的标准 你已经发愿要断恶修善 所以你心心念念就要注意自己 我这样做到底有没有合乎 断恶修善的标准 这叫做色心 是这个意思 好 那么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了解 拔断生死 重恶之本 没有离开 戒定会三无漏学 那个生死的根本是无明 你要拔断它 一定要用戒定会三无漏学 那么下面呢 注解六八九页 就开始解释 那个 那个经文 佛自己说 若朝作善云和地 以当自端心 当自端生 而墓口比皆当自端 甚至后面呢 也是在解释这段 身心静节 与善相应 物随事与不犯诸恶 颜色当何 身心当专 这些都是在解释呢 你要当自端心 当自端生 要六根都要自端 的意思 所以六八九页中间这一段 文字很多 那请你参考今天的讲义 这边 第一页的最后一行 墨学就把它整理一下 你要把第一页跟第二页 第一页的最后一行 跟第二页的第一页 对应来看 很可惜 没有刚刚好放在一起 而墓口比皆当自端 做功夫的这边来说 如果是讲持戒亲近 后面的与善相应 那就是呢 你真的能够持戒亲近 心得自在 就能够有定 色心为戒 然后因戒生定 如果你自端这边 是用耳根的仿文文字性 是用这一种修行方法 那你的相应 与善相应 就可以信存无上道 这个就是课本 他分析的 第三个是从净土的角度来说 耳目口比皆当自端 是要敬念相继 督色六根敬念相继 你能够这样子做 与善相应就有功夫 入三摩地 思维第一 以念佛性入无生人 这个入三摩地 然后呢 如果呢 你的六根字端 是用自心做佛 来解释 那你的效果相应 效果就是 自心自佛 这个就是课本 六八九页到六九零页 讲的 文字很多 就把它整理出来 这样四部分 所以 三摩地这样子看过去 六八九一 他一开始讲 做善 用自心做佛 他说 浅的来说 当然就是行善 生的来说 是自心做佛 以此类推的话 端正身心 耳目口比 就是呢 合乎礼节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但是呢 生的来说 就是反文文字性 不足文成 不足色成 反观自信 反文自信 然后能够呢 朗造心缘 才叫做端正 这几句话 实际上说起来 有点深 如果你没有学过 耳根源通章 这几句话看起来 不是很好懂 举例来说 简单 解释一下 这个 眼见色 比如说我现在看到 前面的摄影机 一般人就是 我看到摄影机 但是呢 他说呢 不足色成 反观自信 你要看到 摄影机的什么 你不要随着 随着那个 摄像的摄影机 是你要看到 摄影机的 自信 那是什么 空信 不是耶 不是这样耶 耳听声音 不足 深层 要听到声音的 空信 不是这样耶 那个眼睛讲的 反文文之信 不是这样讲法耶 你会有什么讲法 反文耶 谁叫你往外看色成 是借由看色成 听声成 听声音 反文自信 所以这个就很难 所以 在楝严经里面 佛才跟阿南 回答 做一个表演 他叫罗后罗去敲钟 那个啊 敲一下说 有没有听到 有 有听到 然后呢 现在没有声音了 有没有听到 没有听到 然后下面又问说 那 再敲一声 有没有声音 有声音 那现在 没有声音了 他说 那现在有没有声音 没有声音 佛就跟阿南说 你 你讲话颠倒 阿南说莫名其妙 我哪有讲话颠倒 佛就说 我前头 我同样都是 叫罗后罗敲 敲 敲钟 我前头问你有没有听到 你说有听到 没听到 第二次又叫他敲 一样的动作 我问你不同的问题 说 有没有 声音 有声音 没有声音 为什么 你会有不同的答案 阿南说 你问我不同的问题 你问有没有听到 有没有声音 我当然回答你 有声音 没声音 有听到 没听到 但是实际上 佛陀说 其实不是要问你这个 那到底问什么 他说 我真正要告诉你的是 我真正要告诉你的是 声音有声面 你能闻的文性 没有声面 如果有声音的时候 叫做有听到 没有声音的时候 没有听到 谁没有听到 你用什么 你用什么东西 知道 你没有听到声音 知道没有声音的是什么 是谁 所以他才会说 声尘有声尘有声有灭 文性不随着声尘生面 所以不声不灭的 那个才是你的自信 你的六根的根性 所以你要借由听声音 去反文文字性 去体会你那个能文的文性 不是去叫你原则生成 去分析它是空性 而跟原通章的意思是这样 是反文文字性 不是叫你外文认空性 所以很多人误会了 耳根原通的修法 所以正脉书 在教工法师 在正脉书里面 他说第一句 出于文中入流望所 大家都着重在那个入流望所 也OK 但是第一句大家都忽略 出于文中 不是出于声中 不是在声音里面 是在文中 文性之中 你去做功夫 做什么功夫 做入流的功夫 或是做望所的功夫 入流才能够望所 望所才叫做入流 你不随着深层跑 叫做望所 为什么你不随着深层跑 你是借由声音的有无 去体会那个文性在哪里 所以你是入流 观察自己的文性在哪里 如果你一直跟着声音跑 那叫做出流 那不叫做望所 那叫做水族 那个所闻的深层 所以为什么说第一句就很重要 出于文中 文性之中 你说这个很深 很玄 不会啦 你当然不会 老句是你自己讲的 我不是跟各位分析过 那个瀑布啊 那个火焰啊 等等的嘛 好 那么那些举例不再说明了 都让大家了解 一切都是缘起信空 因为空性 所以缘起 以此类推 你的文性 之所以能够知有知无 是借着深层的生灭 而有耳事 缘具足 耳事生起来 就听到声音了 缘不具足 耳事生不出来 所以呢 就没有声音 听不到声音 没有听到那个没有声音的声音 好 但是呢 不管缘具足不具足 这后头 之所以能够生耳事的 就好像那个火 火焰 为什么 打火机就一定能生火呢 因为它具足 可以生火的缘 但是火的性在哪里 火大在哪里 进去空遍法界 无所不在 你说它长怎么样 没怎么样 说是怎么样就错 但是呢 原具足打火机这么一打 火就出现 火的像就出现 以此类推 你的耳事 之所以能够生起来 也像是那个火 被生起来一样了 那后头就是因为有文性 所以原具足就生耳事 六根的根性都是如此 眼能够见色 耳闻生 鼻袖香 舌肠胃 深觉处 易之法 都是如此 你说你讲这么深干什么 念佛就好了 就是要让你了解 他这边为什么要写字端 以此类推 你真的稍微体会了 这个文性 访问文字性 是这样子的话 那请问 你用一根 默念佛号的时候 一句一句的佛号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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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知道自己在念佛号 一根的知性 耳根有文性 所以能够听到声音 有声有灭 声音的有无 以此类推 一根的知性 能知法成的生灭 佛号的生灭 谁知道佛号在那边 念念相续 一句一句的生灭相续 一根的知性 讲那么多 就是要推出这句话 听得懂的 恭喜你 听不懂的 以后还会再说 没关系 总之呢 缘起性空 因为空性 所以缘起 把那个空性 变成六根的根性 就在你的六根里面 因为有这个根性 所以缘具足就能够生 眼耳鼻舌生 意六事 虽然缘不具足 他本具足的 见闻绣长觉之 六根的根性 不随着六成生灭 他本来常住 千尽本然 作片法界 随众生心 应所知量 寻夜发现 任言经的经文 这一句背的最熟 因为最好用 好 所以呢 这边呢 黄年主老句子就说 如果你是 用这样的功夫 那叫做呢 深一点的 与善相应 你看 六八九月的 导数第四行 浅言之 身心离构无染 身所行 口所言 意所思 都是善 这个就是 与善相应 如果深言之 始觉至 弃本觉理 妙弃本觉理 至跟理相应 才叫做 与善相应 但是虽然讲这么深 还是没有离开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最后 再把他回到净土中 去说 就是要 都射六根 静命相继 用一句佛号 六九零页 用一句佛号 来都射六根 那就是耳目口鼻 皆当自端 那么 这个 就是 六根 都射之后 心是佛 六根 通通是佛 所以 前面 四心做佛 后面 四心是佛 所以你看 与善相应的善 他说 就是四心是佛 然后最后的 这个经文 物随事欲 不犯诸恶 佛林主老句师 在六九零页的 第四行 他说 最后 再劝我们 一定要 弃欲 子恶 物随事欲 不要随着 自己的贪欲 一定 不要再造恶 然后 颜色当合 身形当专 动作 瞻事 安定 徐为 做事 仓促 败 回 再后 这个 一开始 民国七八十年 那时候 我就开始 学讲 无量寿经 研究 无量寿经 每次看到 这四句话 就警惕自己 因为那时候 年纪也 没那么大 所以 动作 瞻事 安定 徐为 安定不下来 做事 仓促 败 回 再后 我认为 做事 要有效率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慢慢做 结果 看到这几句 就提醒自己 做事仓促 败回 再后 为之不地 王其功夫 没做好 没有仔细做好 真的是浪费功夫 白费功夫 白费时间 就告诉自己 颜色当合 身形当专 种种的行为 一定要安定 一定要安定徐为 一定要安定徐为 做事要小心谨慎 要思维周密 所以当时候常常读 量寿经就提醒自己 到现在改善不了多少 习气不好 所以 还是有一点改善 那么 请看一下 690页 最后的 为之不地 忘其功夫 地 就是要审胜 做事 没有好好 仔细考虑 的确呢 会失败 会后悔 那这时候呢 你就会忘其功夫 就丧失了你的 羞耻的功力 皇帝主导 就是这样解释 那我们刚刚讲 比较 简单的讲法 就 你就会浪费 白费那个时间 白费精神体力 做了半天 结果没那个效果 忘其功夫 那这里面 比较深入的讲法 你要能够安定虚伪 等等 这个 请你看今天讲义 第二页 为之不地 忘其功夫 这个 密乎根门 用密乎根门 来解释 你要好好的 仔细的 保握你的功夫 用菩提道次力广论 的讲法 这个根门 就是六根 他说 用什么来防护 你的六根 互正念 即于正念起 常尾形 常就是经常 尾的话就是很仔细 尾婉 仔细 你要常常保护 你的正念 互持你的正念 所以 其中出责 为于防护根门诸法 述速休息 令不忘失 所以你怎么样 保护你的正念 你对于这种修定 修戒修定的方法 要常常修行 不要让他忘掉 第二 于正念 常恒伪重 而修习之 就是很仔细 很看重这件事情 所以叫做 常伪行 恒常伪重 而修习之 再来 何所防护 那当然防护你的六根 从哪里防护 从碰到境界 面对境界 是可爱或是非可爱 你喜欢 或者是不喜欢 讨厌的境界 怎么防护 两个 守护根 来说 根尽何何起六事 意识便于六可爱 尽生贪 六非爱 尽生 称 这个喜欢 这个看起来很讨厌 尤其呢 这个漂亮 怎么长那么丑啊 马上这个 念头就出来了 马上就分别 然后呢 马上呢 就随着流转 这个就是讲的 对这些境界发生贪嗔 应当利利 从彼诸境 互令不生 不要生起这些烦恼 以六根而防护 甚至呢 他说 若以何境 你碰到什么境界 由瞻四等 六根接触六成 用眼见做代表 会让你起烦恼 急于此境 不中诸根 而正止息 不要放纵你的六根 在这些境界上头 一直在那边打转 不要放纵他 守护根 守护六根 就是你对这些六境 眼见色耳闻声 不取形象 不取谁好 不要跟着形象跑 不要跟着你的喜好 或厌恶去跑 若有望念 烦恼 赤胜 望正念 忘记你是修行人 你忘记正念的 你烦恼赤胜 起罪恶心 亦由防护 而能止息 通常我们讲 忏悔 讲修行 其实都是在这里 你怎么样去守护 你的六根 面对六境的时候 眼见色耳闻声的时候 你能不能够 马上用正念 去对峙自己的烦恼习气 所谓的习气就是 以前都是很直接的 这样子反应 顺自己的就起贪 不顺自己的就起称 利益自己的 恭敬 赞叹自己的就好高兴 然后不如自己的就起慢心 贪称吃慢 所以他讲的就是这个 不取形象 什么叫做取形象 于非因观事射等 正为境界或现在前 即便坐意彼等形象 现前往观 你不要特别去看 你突然这样子经过 被你看到被你听到 那不是特意要去做的 你看过就算了 听过就算了 现在取形象就是 你特别去注意他 作意 去取着他眼见色耳闻声 特别去作意去取他 这样叫做取形象 取谁好就是 你眼见色耳闻声之后 起了六四 饮贪称吃三毒的境界 意识直辞 这叫做取谁好 或者境界没有现前 从他闻 一样通别人那边讲 虽然没有在你现前 别人跟你讲 透过讲 你就开始分别取向 也一样要注意 所以第四个如何防护 就是你看文字这么多 其实这个就在讲 平常的修行 那防护为何 到底防护什么呢 从杂染守护其意 不要让他贪嗔痴 这些烦恼 杂染 这样叫做 防护 另注善 改成善性 或者是起码 无忌性 一开始没有办法 转恶成善 起码让他无忌性 什么意思 举例来说 之前很喜欢看 女孩子 漂亮 穿得很肉 很正点 好辣 都会一直盯着 盯着盯着 然后内心 那种贪着 心就是跟着起来 现在起码 看过去就看过去了 就是看到一个境界 以前是很喜欢的 现在要很小心 我看到这个 我是不是在起贪作心 也就是看到而已 过去就让它过去了 不要这样一直盯盯盯盯 走很远还在盯 这个我们通常讲 我们台语说 在低高性 为什么有个性字呢 就是那种习性 以此类推 举这个只是 比较很明显 虽然很local 这样的用词 不是很恰当 照说不太应该 要在台上这样讲 但是举这个 就是很明显的 就是我们这种烦恼习性 你一定要想办法对峙 可能有的人不是贪这个 但是他对于名文 这种名誉 别人的批评 别人的赞叹 他会很在乎 有的人是对钱财 有的人是对于权势地位 大家贪的不一样 厌恶的不一样 但是都是可以用到这边来 所以无忌性就是 你暂时不要让他跟着跑 起码让他没有善 没有恶 先做这样的功夫 叫做无忌性 此中所住 无户无忌者 为威仪等时 非是慈心住善缘时 就是起码你的动作 威仪就是动作 该有的威仪动作 那你要保持住 虽然你内心不是往善 不是住善缘 但是起码你没有跟着起 那些烦恼杂染 所以这样叫做密户根门 后面引用这一段 就是让你了解 这也叫做根律仪 律仪啊 慈戒 为什么用着律仪 慈戒是根律仪呢 就是密户根门 守护六根的 所以 于戒是列用的用词 如能善安住密户根门 防守正念 常为正念 这样叫做根律仪 真正你要持戒 色心为戒 就是要做这个功夫 你如何色心为戒 能够应戒生定 就是要做这个功夫 否则我们也会念啊 应戒生定 应戒生定啊 以为这样持戒持戒了 就可以自然生定啊 没有自然就生定的 如果你没有从这边 密户根门 你修定 会很多障碍 会很辛苦 因为你的平常 身口一三叶 就收舍不回来啊 你要花很多功夫 才特别去修定 就常常我所举例的 我们去参加佛期 参加禅期 一前头前面的一天两天 甚至要到第三天 才终于能够比较安定了 然后呢 第四天可能状况最好 结果第五天又想到 剩下两天 那第五天呢 又开始有点坐不住了 第六天就想到 终于今天晚上要节气了 所以 花那么多的时间 好不容易有一个七天的功夫 结果你真正用功的 只有那么两天三天 为什么 就是我们平常 并没有做密户根门的功夫 你说我们念佛 一样啊 念佛也是要这样啊 念佛更方便了 眼见色尔温身 不要随着你的烦恼习气流转 一察觉了 阿弥陀佛 我念佛的人怎么可以这样 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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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心就要这样规范自己 这时候呢 你不但不是无际性了 你一向就转到就是最善的佛号 助善缘 用念佛来密户根门 六根都可以这样来密户根门 所以这段呢 我们先讲到这里 至于呢 那个测禅师的语录 那个也很重要 我们下一堂课呢 就再把他那边念一念讲一讲 再来解释第三十七品了 第一堂课结束 我们第二堂课来开始 首先呢 先看今天的讲义第二页 第二行这边 这一段呢 是配合上面讲的 身心至端与善相应 端正身心与善相应 测户禅师的语录呢 一开头呢 就有这段话 他说一切法门以民心为要 一切行门以尽心为要 那么这个呢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法门就是文字教法 在解门来说 对应了后面的行门 所以解行二门 解门他用法门 就是教法 解门的目的在哪里呢 要民心 行门呢 要尽心 所以把解行二门 各用民心跟敬心 作为一个要点来说明 你读这么多原文字的教法 读这些佛教的法门 目的而在 要能够民心 你的修行目的而在 要能够让 让你的自信清静心 净化你的内心 让你的自信清静心现前 但是呢 接着转过来 民心之要无如念佛 下面 敬心之要 亦无如念佛 为什么呢 为什么民心之要 亦无如念佛呢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心开见佛 见自信佛 不就是民心见信吗 所以他引用 大师之念佛 亦通章的这经文 亦佛念佛 现前当来 必定见佛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这样的念佛 不就是民心之要吗 就是让你民心 最重要的 最方便的一个方法 不就在这里吗 敬心之要 亦无如念佛 为什么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清诸下于浊水 浊水不得不清 佛号投于乱心 乱心不得不佛 这样念佛 不就是净化你的内心 让你得清净心的 这种要素吗 这种关键就在这里吗 所以总结 一句佛号 句色 包括了 物修两门之要 所以民心法门 就是物 行门 静心 就是修 一句佛号 就包括了解行两门 我们改成 我们比较习惯用的 就解行两门 物修两门 那么后面再说 讲物 就信在其中 讲修 就正在其中 什么意思 信解 行正 如果你讲解 解门成就了 代表你真的当中有信 否则你怎么会有这样的解 所以信解 然后修就是行 讲修行 那正果就在其中 所以就变成了 有信有解 有行有正 信解行正 信解修正 他就把行改成修而已 所以信解行正可以说 就包括了所有大圣小圣 一切经典 重点都在讲这边 一切诸金之要 庆无不尽 东东包括在这里了 所以一句弥陀 非制要之道乎 所以彻乎禅师 他本来是参禅的禅师 开悟的禅师 后来转成念佛 弘扬净土念佛的 因此他写出来 直接了当 文字非常的简单 但是句句话都讲到重点 这样念佛 信解行正 解门行门的要点 通通包括在这里头 那为什么要引用这一段呢 就是告诉各位 用来注解前面的 眼耳目口鼻皆当至端 然后最后你能够身心静节 与善相应 就是用一句念佛 你的身口一三叶 你的六根都能够端正 都能够竞节与善相应 不但能够明心 也能够尽心 好 以上呢 这个是第三十六品 接着呢 我们进入第三十七品 如瓶得宝第三十七 我们把经文念一遍 他这个经文也没有很长 所以一样一次就把它念完 如等广直的本 物犯道尽 忍入精进 慈心专一 灾界清静 一日一夜 甚在无量寿果 为善百岁 所以者和 比佛国土皆积德众善 无好法之恶 于此修善 十日十夜 胜于他方诸佛国中 为善千岁 所以者和 他方佛国福德自然 无造恶之地 维持世间 善少恶多 饮苦食毒 未尝宁席 无哀如等 苦心悔育 授予经法 惜慈师之 惜奉行之 尊博男女眷属朋友 转相教育 四相约简 何顺一离 欢乐辞笑 所重如犯 则之悔过 去恶就善 朝闻戏感 奉持经戒 如品得宝 该往修来 喜心意行 这个是念喜哦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佛所行处 国义秋聚 弥补萌化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已时 栽立不起 国风明安 兵戈无用 从得心人 勿修礼让 国无道者 无有冤枉 强不凌弱 各得其所 我爱如等 胜于父母念子 我与此事作佛 以善公恶 拔生死之苦 令或五德 生无为之安 无波尼环 经道见灭 人民场位 互为众恶 五烧五痛 酒后转聚 如等 转向教界 如佛经法 无得范也 弥勒菩萨 何掌波言 世人恶苦 如是如是 佛界慈安 惜度托之 受佛 重毁 或是重毁 都可以 不敢为师 所以 这一品叫做 如贫得宝 最主要呢 就是说 我们好不容易 终于能够得到 这么一个法门 就要好好珍惜它 就如同一个 很贫穷的人 突然得到了宝贝 现在比较难了 现在比较难 应该是说 如贫人 重大的头 重威力财 而且一重十几亿的 这样子 好 那么请看今天的讲义 第二页的最后 这边呢 本品内容分五段 首先呢 就是这个 691页这边 佛劝于此土 勉力修善 此土就是书不失见 然后呢 第二段 佛从从回勉 为愿大众奉持境界 如贫得宝 珍惜此圣书圣基元 就是693页这边 然后第三段呢 就是695页 佛辞德无量 佛所行屡之处 或者是佛法流行之处 就是佛所行处 勿问蒙受佛之教化 第三段 695页 第四段 金法见面 骚痛转据 故户戒令 舍恶修善 奉持金法 就是697页这边 然后第五段 就是弥勒菩萨的回答 身领佛悔 合掌尽谢 事故我等 皆当尊佛训悔 信愿此名 求生信徒 大致上呢 这个文字都不难懂 分成这样五段 那么一开始的经文 就是呢 很明显的有这么一句话 也就是学习 其他宗派的人 很喜欢就是 引用这段话 何必要穷往生呢 因为你们无量寿经 释迦牟尼佛都自己讲了 在苏博世界 能够一天一夜的修行 圣在无量寿国 为善百岁 既然如此 何必要求往生呢 就在苏博世界 这个修行就好了 那你应该呢 直接就先访问他 那如果是这样 那为什么释迦牟尼佛 前头要介绍 无量寿佛极乐世界 乃至观经 阿弥陀经也介绍呢 干脆就不要讲啊 因为在苏博世界 修行比较殊胜啊 讲一个比较不殊胜的 叫人家去 然后后头他说 你不用去啦 在这边比较好 前头不是说了白话呢 多说的嘛 你为什么没有想一想呢 是什么道理呢 所以请看这个讲义的第二页 最后一行 既然经文有这样说 须知经文中 所以呢我就特别从经文里面 他说你注意看哦 一开始就说要广直得本 误犯道境就不要犯戒哦 要亲近的持戒哦 然后要广直得本 我们待会去看注解哦 你要发菩提心修六度哦 要能够忍入精进 要能够持心专一 后面还要栽戒清净 这样子的一天一夜 你要合乎这几个条件的一天一夜哦 这样才能够胜过极乐世界 为善百年哦 所以在说破世界 不容易修行 最主要就是因为 在说破世界要能够 这样务力精进修行 不容易 胜难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难能顾可贵 那至于胜到极乐世界去 为什么可以速得无上普体 因为无时不休 在极乐世界 没有一时后不休的 而说破世界 修善时少 在说破世界 你真正修行的时间少啊 所以两者不相为 也就是说你如果往生 你无时无刻都在修行 你在这边 虽然一天一夜的修行很难得 但是你可能真的就是 只有修那么一天一夜 真正的修行 只有那一天一夜 其他呢 都不叫做真正的修行 意思就是这样子 你即使有 那么也不是呢 常常都可以做得这么好 在说破世界 所以后面就用一个辟语 这个人很贫穷 做乞丐了 结果呢 其他的乞丐 真的都讨不到钱的时候 他呢把他自己所讨到的钱呢 乞讨来的呢 分一点给同伴 哦 那就已经很了不起了 所以他这边举例 他比别的地方都便宜 他比别的地方都便宜 到现在来 这么大一颗饭头 他还只是卖13块 在别的地方还不容易买到 所以当初同伴10块钱 能办得了什么事情 可是如果是富贵人家 舍千金 虽然对他而言 九牛一毛 这不算什么 但是呢 千金能办万事 举这样的例子就是 在说破世界 就好像那个贫穷的人 偶尔会有修行 非常难能可贵 但是那么一点点 能成就了什么呢 在极乐世界 常常修行 常常修行 好像修行是很平常的事情 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赞的 但是呢 常常修行 常常修行 他一定就可以成就 所以是用这样子的来说明 你说那为什么 释迦牟尼会来讲这个话 要劝我们 目前是在五卓二世的 说破世界 要善加把握这个机缘 正因为这种环境 不容易修行 你还能够很努力的去修行 很难能可贵 所以功德特别大 如果能够这样来回向往生 那必然能往生 它是这个意思 好 最后重点的第三点 把这个重要的经文 就把它通通收在一起 这一品呢 佛劝我们应该要 奉持金戒 如贫得宝 对所得到的这些佛法 不管是在这个戒律上头 或者是在经教上头 就好像要凭人得宝这种珍惜 然后呢 再能够转相教育 自相约检 互相勉励 同修道友 然后呢 慢慢的去把这个佛法 转 弘扬出去 转相教界 如佛经法 无德犯也 都如同佛菩萨给我们 劝告的这样子 互相的这样勉励 劝告 劝告这些同修道友 然后最后呢 要依教奉行 受佛重悔 不敢为师 不敢 不敢违背佛的教诲 你能够照着这样做 必然就可以 拔生死之苦 或武德 生无为之安 就是把这些经文 把重点都放在一起 这样子来简单解释 这一品的重点 好 六九一页 一开始第一句 如等广直得本 正是我们 从前面就一直解释来了 什么叫做得本 两种讲法 一个是发菩提心 行六度 六度是一切菩萨行的根本 所以他就解释呢 是公得本 第二个从净土来说 这句佛号 你看 六百九十二页 弥陀选择本愿 设成果德的六字鸿鸣 具足万德 那就是重德之本 这句佛号 就是得本 所以广直得本 直呢 就是好好的种植 好好的培养 也就是说 你要一直去做六度 或者是呢 要好好念佛 这是第一句 然后呢 物犯道尽 简单的说 就是持戒 既然墙面讲得本是六度 所以第二句物犯道具呢 就是持戒 然后忍入精进 就是六度里面的另外两个 所以有这样的意思 然后特别最后来 强调要一天一夜的灾戒 清静 要持灾 持八观灾 这样子 然后六九二月的第五行 第七行 乃至呢 最后就引用了善生经 引用的这些呢 我们特别把它栽入给各位看 他引用宝基经的这一段 请看讲义 宝基经里面的经文写到 彼佛刹土 就是讲我们苏婆世界 我们苏婆世界也有行菩萨圣 诸善男子及善女人 以曾供养无量诸佛 曾就忍辱将互众生 善之调福 若有众生以诸苦恼而来加害 惜能寒忍 这些修行人 这些行菩萨圣的菩萨 碰到众生苦恼来加害 他能够寒忍 所以叫做堪忍世界 苏婆世界 也就是说佛在替这个菩萨解释 为什么这个世界叫做 堪忍 苏婆世界 就是因为 他已经是修菩萨道德 已经供养无量诸佛 但是呢 碰到到苏婆世界的这些众生 竟然是用这些苦恼来加害这些菩萨 这些菩萨也都能够寒忍 不放异 不贪慧 不愚痴 所以由于有这样的这些 诸善丈夫 就是有这些大菩萨 在这个世界里面 所以这个世界才叫做 娑婆世界 堪忍世界 这从菩萨的角度 去解释这个世界叫 娑婆 堪忍世界 另外 从众生的角度 又比戒中 亦有众生 具足众恶 少能悔过 其心出猛 而无愧疵 没有惭愧心 造种种的恶 没有惭愧心 烦恼很重 不敬佛 不种法 不爱生 当作地狱恶鬼 畜生三恶道 可是呢 面对这样子的众生 释迦如来 在娑婆世界 于此下列众生之中 昔能忍受骂辱 贤恨 贤恨 毁谈 恶言 恐懈 心如大地 不可动摇 无所违逆 如果得到众生的供养 跟不得供养 心无高下 也不会有真或是爱 所以从佛的功德来说 面对这样的众生 竟然都能够忍受 所以叫做 娑婆世界 这时候 他方世界的这个菩萨 相庄严 心术 巨王菩萨 这个菩萨 大菩萨 听到佛这样介绍 娑婆世界 介绍释迦牟尼佛 他说 世尊我等经者得到善利 不生于彼 必恶下列众生之中 千万不要生到娑婆世界去 不要去做那边的众生 结果那尊佛就跟他讲 三男子莫做事说 你不要做这样的讲法 怎么说呢 东北方有世界 叫做妙装严忍 那边的佛叫做大自在王佛 齐独众生 皆兮俱足 一向安乐 譬如他们的安乐呢 就好像比丘入于灭尽定 那边的众生的安乐呢 也像这样 若有众生与彼佛土 一百千岁修诸犯恨 不如于此娑婆世界 一谈此寝 与诸众生起慈悲心 也就是用一种对比的 那个地方那么殊胜 众生都一向安乐 都如同入灭尽定 可是呢 在那边修了一百千岁的犯恨 不如在娑婆世界 一坛之寝 就是这样一坛子 这么短的时间 对这些众生起慈悲心 娑婆世界 能够有这样的因例慈悲心 所获功德 多过在这个 妙庄严忍的世界 修诸犯恨一百千岁 更何况你还能够一天一夜 在娑婆世界一天一夜 住清静心来修行 这个就是课本六九二页 首先引用宝基金详细的经文 也就是那样的大菩萨 一听到那个佛介绍 说佛世界是这样 他说希望我不要去那边 做那边的众生 还好 结果那尊佛说 你不要这样说 如果你是已经在修菩萨道的 你真的要累积你的功德 你到说佛世界去修行 你累积功德更快 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你只要一念请 起慈悲心 你行不上道 已经行这么久 你一定可以起慈悲心的 你到说佛世界去 能够面对这么恶劣的环境 还能够对众生起慈悲心 你比起这个 这个妙庄严忍世界 这样的修 一千百岁的梵痕 功德还大 这是宝基金的意思 那第二个金 诗意经 一样的 诗意犯天所问经 续品 你看日月光佛国 这边的佛叫日月光佛 有诸菩萨薄齐佛言 是尊我得大利 不生如是恶众生松 这句话跟上面那个 那个像庄严新秀 诸王菩萨的讲话一样 还好我没有生到那边去 那么齐佛告言 三男子物作事与 所以者和若菩萨 于始国中就是好的这个世界 百千亿节 尽修犯恨 不如彼土就是娑婆 从淡至死 从清晨到早上中间 中午吃饭的时间 能够保持无称爱心 你的这样的修法 在娑婆世界 短暂时间保持内心 不要称爱心 你的福比起在我们 我们这里修百千亿节的犯恨 所以菩萨就称赞 我们说过世界的 释迦牟尼佛 世尊大名称 普文于十方 所在诸如来 无不称探者 有诸于晋国 无三恶道民 舍如是庙土 慈悲故生 慈 佛智无减少 与诸如来等 以大慈本愿 处思惠恶土 处在这种 这么糟糕的 娑婆世界 恶土 惠 污惠 若人于晋国 慈戒满一劫 慈土须一间 行慈为罪圣 就是课本引用的 就是这一段 如果你在清晋的佛国 慈戒满一劫 还不如在 娑婆世界 须一间 能够发一念慈悲心 做出对众生 有慈悲 拔苦与乐的行为 所以 是这样子的 寄送来称赞 说佛世界 我见喜乐国 即见安乐土 此中无苦恼 安乐土就是极乐世界 亦无苦恼民 与彼座功德 为主以为其 与此烦恼处 就是说佛世界 此就是说佛世界 能忍不可是义 教他此法 祈福罪为圣 这也就是课本 课本所引用的 他说在喜乐国 就是阿出佛国那边 乃至在西方的 极乐世界 这些在那边修行 为主为其 可是如果你在说佛世界 能够自觉觉他 自行化他 祈福罪为圣 所以呢 专门要礼尽那个无上尊 就是释迦牟尼佛 是大悲就苦者 能为恶众生 说法甚为难 大家都非常赞叹 说佛世界的释迦牟尼佛 我们的本师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告诉我们 你能够好好把握在 娑婆世界的这个机缘 好好修行 好好修菩萨道 胜过在这些其他的净土修行 当然我们凡夫呢 说是能好好把握 通常是不能 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所在 所以真正会修菩萨道的 他不怕来说佛世界 寻菩萨道 那我们呢 也知道在说佛世界 修菩萨道很殊胜 不要说修菩萨道 自己修行都成问题 所以才要说 我赶快发愿到极乐世界 去训练训练 把自己训练好 再回来说佛世界 累积功德就快了 是这样 否则在这边 虽然环境很适合修菩萨道 但是我们没那个资格 所以才要劝大家往生 是这个意思 然后再来 他又引用上身经 692页的倒数第五行 上身经引用这个 迷路出世百年受灾 不如我事一日一夜 等等这些 请看讲义第四页 上身经其实就是 幽婆色戒经 又称为上身经 幽婆色戒本 为什么 为什么又叫上身经 因为这里面是佛 为上身长者说的 大圣幽婆色戒 再加菩萨戒 的一个经典 在大圣上二十四册 课本所引用的经文 就在八戒灾品 这一品 二十一品 凡事灾日 稀断诸恶 乏路之事 若能如是清净受持 八戒灾者 世人则得 无量果报之无上乐 乃至弥勒出世的时候 就是弥勒佛出现世间的时候 那个时候 如果你一百年都持续受持 八戒灾 受灾 不如我事 就是释迦牟尼佛 五着二事 人寿百岁的时候 的一天一夜 为什么 因为这个时候 众生拒五止 故就是五着 环境太恶劣了 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面 你既然能够一天一夜 清净持八戒灾 胜过在弥勒佛出世的时候 受持一百年 所以这就是课本所引用的 那么四八戒灾 即是中原无上菩提之 阴若也 如果你是旧本的 不是无上菩提之路 不是路 是阴若 所以在娑婆世界 五中二世 这样受八观灾界的 一天一夜的灾 异作而获无量的功德 能够获无量功德 那个是 约伯赛戒经里面讲的 所以引用三本经 让你对比 让你了解 无量寿经这个意思 要好好珍惜 这种机会 这种环境 这样子 然后后面呢 他就开始解释 其他的地方呢 都是福德自然 没有造恶之地 只有在娑婆世界 五中二世 善少恶多 都在饮苦食毒 从来没有停过 饮苦食毒 你看六百九十二月 最后一行 饮八苦水 就是受这些八苦的果报 食毒呢 是食三毒味 就是呢 都是在起贪嗔痴 这个是饮苦食毒 他的文字里面的意思 但后来引申出来呢 我们天天都是在吃毒 也是有道理 吃的喝的呢 都呢 都不是很健康自然的 花大钱 吃那些有机的 或许少一点 但是呢 毕竟很难 还是很难 没有吃到这些 好 然后六九三印 这就是刚刚我们讲义里面写的 是黄念祖老君士 引用望西斯的无量寿经超 讲的这段话 既然在这里可以修 而且这么殊胜 干嘛要往生到净土去呢 他的回答 就是刚刚讲的 此经淡显修行难易 非显善根胜烈 他就举例 贫贱是一钱 虽可称美 不办众事 能做什么事呢 护贵舍千金 对他而言 稀松平常 但是呢 他真的捐一千万 真的可以办很多事情 所以 所以 的确是这样的 辟语 两界修行 亦乎如是 所以你看 真的要素贩成佛 利他重视 你就是往生净土 比较容易 赶快成功 专心信土 净土 河流会土 不办佛道 所以 因为在朔博世界 不太容易修 所以难能可贵 可是往生到极乐世界 为什么那么容易 就成就无上菩提 无时不修 一直都在修行 说博世界难 虽然修行难能可贵 但是修行难 好 这是第一段 请看讲义 这一段呢 还有彭继卿 无量寿经 起信论 他的说法 比较特别 很值得参考 你看哦 他说 四出四间 法法不同 不同的法门 莫不以为善去恶 是根本 没有错 佛的一切法门 都是可以这样简单的说 甚至呢 四出世间的 包括其他的宗教 或者是学问 也可以说 都是为善去恶 为根本 但是呢 为什么一定要求往生净土 净土是至善之地 你往生净土 才能够止于至善 明明得 然后再止于至善 不是儒家讲的吗 所以净土是 极善 至善之地 往生才能够 把你的善 做到最圆满 不入净土之门 善不可得缘 善就不能缘 恶不能净 为什么 理由说出来了 我们无死来的习气 熏染四田 结成五浊 举例说明 好像那个 很不干净的器皿 之前都是装 奋举满中 装大便 里面都生虫了 而且装很久了 少加迪 少加迪当 把它呢 稍微洗一洗 即使呢 陈美食 其实那个陈啊 应该是呢 装 装那个美食 应该是那个 陈德路那个陈 会比较明显 你把它稍微倒掉 然后稍微洗一洗 你就装美食 你拿到了 还是觉得 哎呦 怎么臭臭的 它就是这个辟语 你虽然把它洗过 但是那个味道太重 所以你装的美食 你还是觉得臭臭的 就像娑婆世界 你稍微修行 好像呢 好一点 就像这样 稍加迪当 然后你又装的美食 就好像学了很多佛法 结果呢 还是臭惠如故 为什么 习气太重 可是如果生进土以 见佛文法 正无生人 把根源 恶源给他完全消除 私或善本 善根的根本 就真正得到了 然后这时候 回入成老 弘宣正教 色诸众生 往生极乐 是为善与人同 也就是呢 大学里面讲的 明明德 与天下 止于至善 大学之道 在于明明德 在止于至善 他就是配合这个话来说 再来 吃这个问题 修禅的人常说呢 没有善 没有恶 横言无善 儒言 儒家是说 要止于至善 那至善跟无善 何以不同 拔 如果是善恶相对的善 有善之善 是对着恶来讲的善 恶既不利 善意不拘 所以这个就是禅宗 修禅的人讲的无善 是因为你是善恶相对的 如果没有恶 哪来的善 你还有恶可除 那就不是真正的 清净平等 所以唯一真心 骗周法界 横杀万德 吉尔周元 才能够真正的 一下子全部圆满 周片了 甚不可知 所过者化 无善之善 思为至善 所以儒家讲的至善 就好比在 没有善恶相对的善 是就近的善 真正修到就近 你的功德圆满的善 这种无善之善 才叫做至善 而不是偏到一边 变成断灭 口诞说空 行在有中 结果恶业次然 妄称无善 会讲 会讲都是空 所以没有善恶相对 结果是 行在有中 恶业次然 这样话 是行尸走肉 是地狱渣 无莫如何 佛也渡不了 后面这段话 就写得很严重了 意思就是 我们要了解 至于至善 起码人家 是真的好好去做 做到最究竟 就是这个善 骗满 尽虚空 骗法界 可以把儒家跟佛家的 合在一起 但是如果你 禅宗的没讲好 就可能走错了 而如果你真的了解 这个禅宗的无善 是从离体来说 善恶是相对的 你了解到善恶相对的 善恶离体 都是空性 把这个空性发挥到极处 功德圆满 作骗法界 那就是至善 这才是真正的善 而不是偏到一边 妄称无善 结果造了很多恶业 这样是不对的 他这一段的意思是这个 那为什么 前面这样讲 后面突然讲到这些呢 就是不要忘记 他前面就问说 为什么一定要往生 因为我们的习气太重 如果没有好的环境 甚至你已经在学佛了 在学不同的法门 包括禅宗 教理等等 你就可能会误解 你的善就走不到圆满的地方 但是如果你能够往生 在你对于这种无善可言 从离体上无善来说 你可以进化到 真正的究竟圆满的善 他之所以会假设那个问答 就是说真的能够圆满的善 是在极乐世界 那这个是他的意思 好 所以这个是补充说明 六九三页的这一段 然后再来 无哀如等苦心悔育这一段 他说这一段的环境主 就是你看 重重毁灭 惟怨大众 奉辞经界 也就是说 佛为什么要讲这些教法 就是他的慈悲心 他特别发愿 要在五浊二世 人寿百岁的五浊二世 出现世间成佛 然后弘扬这些佛法 让众生 在五浊二世的苦难的众生 烦恼重的众生 能够有机会翻转过来 这就是本世 释迦牟尼佛的悲愿 所以才说 无哀如等苦心悔育 受以经法 希望我们能够 持思之奉行之 所以你看六百九十四页 六九十四页的第五行 持受持 思是思为 奉行之 就是依教奉行 能够相信 能够依教奉行 然后自己能够依教奉行 自立 于诸亲友 转向教育 立他 那亲友就是经文讲的 尊卑男女 眷属朋友 你所碰到的这些 周遭的这些亲朋好友 你能够自己依教奉行 也希望能够呢 转向教育 把这些佛法传扬出去 所以 黄内祖老句师是说 如果不说法度众生 就没有报佛恩了 你要报佛恩 就是要说法度众生 然后呢 自相约简 和顺义礼 欢乐 慈笑 他说这些呢 都是自己 要好好的做 就像前面的 当自端心 当自端生 耳目口鼻皆当自端 要合于世间的道德理义规范 要 要这个 合于义 顺于理 这样子 这些文字呢 应该呢 大家看了 都不是难懂了 然后欢乐 慈笑呢 他最后 欢乐慈笑 就包括了 四色法 你这样做 上面的那些做法 等于来你自己 这样做 也就能够色受众生 四色法 六百九十五页这边呢 所作如幻 则至悔过 去而救善 招闻戏感 就说如果你依教奉行 不是一下子 马上就能够完全做到 做不到了 那你就要好好 忏悔 所以 所以这一段呢 就是一开始 先叫我们要悔过 然后呢 要招闻戏感 然后中间的 如贫得保 奉辞境界 如贫得保 这一品的品题 就用这个 什么意思呢 你好不容易得到这个 你要好好珍惜 他的意思 这个我们还没有办法 那么好好的体会 如果你用一个批语 在一个沙漠里面 你完全没有水了 结果发现 还有好长的路 大漠无垠 这样子 一看 还要走多久 走半天 走半天的 然后越来越渴 越来越渴 完全没有水 这时候 如果突然有人骑骆驼经过 给你一袋水 凭人得保 还不足以形容 在大沙漠里面 完全没有水 突然得到水 你会多珍惜那袋水 你看有时候电影在演 为了那袋水 可以互相杀 把对方杀死 就是为了要争取到那袋水 为什么 没有水就 生命一定失去了 所以无论如何 一定要拿到那袋水 拿到以后 要防范别人来抢 所以在大沙漠里面 能够得到水 更加能够显示那种 好好珍惜 所以有时候会感觉 我们基金会不会太方便 开太多客 然后网路又太方便了 这样子 大家就不珍惜 爱来就来 不来就不来 不是说你们 你们都每天 每个礼拜都固定 所以不是说你们 所以这个以前 有一个长老 会阅长老 他就规定 他的课 不准录音 我们刚开始也觉得 为什么长老这么吝啬 这么吝啬 后来才知道 他有他的特别的用心 你现在录音了 代表你上课 可以不用心听 回家还可以再听两遍三遍 所以不准录音 你上课就要注意听 还有 不来上课 就拿到录音带 就可以听到 那算什么 你不会珍惜的 所以那位长老 他的用心是这样 所以他不准录音 不过就我们来讲 好可惜哦 也很想要 好好的去接受 这一位长老的一个教化 但是呢 就一直 没有这样的殊胜的机缘 方便的机缘 这也是 那但是话又说一头 你真的有心 他还在试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就特别去听呢 可见你不是真的有心要学 真的有心 你就到现场去听 你就报名 他不是随便让人家参加的 他要报名的 所以啊 所以各有利弊 说实在话 严格的要求 比较能够升起你 尊重珍惜法宝 但是呢 大开方便门 让有缘的都能够接触到 然后入门了之后 你要怎么修行 那就看你自己 所以各有因缘 各有利弊 好 这个是如贫得宝 再来 这个你看 695页第三行 他就讲了 贫者得真宝 命根所系 自当全力护持 不肯更失 所以就劝我们 得受境界 要善之奉持 如负头目 如有缺犯 因素忏悔 不要再造恶业了 所以经文就是呢 去恶旧善改晚修来 昭文细改 那么这个昭文细改呢 请看讲义的第四页 这里面还有五十条基 这个待会再补充 第四页最后一行 就是我们一般在词典里面查到的 昭过细改 早上听到别人指证我们的过失 晚上就马上能够改正 形容改正错误的迅速 这就是昭文细改 代表你真的有心要改过 要修行 后面来是默学的补充说明 我们凡夫为什么不能改 有几个原因 我们自己审查审查 反省反省 第一个是环境逼迫吗 我们大部分已经到佛门里面来学习了 大概不是这样 但是也不是没有 也就是说 他被环境逼着不得不再继续做 例如呢 你既然已经进了黑道 你参加了帮派 大哥叫你做 你敢不做吗 除非你要脱离帮派 你要脱离帮派 你要下定决心 你得要有所 不用说什么 一手一手 你要离开OK 留下一手一脚 才让你离开 不然你就是要混到你变成老大 大哥 说我从此洗手 金盆洗手 才有可能 所以举这个例子让大家了解 有时候呢 有过不能改 是环境逼迫 但是在我们佛门里面 大概这样子还不是那么多 不是没有 第二 开始 就我们自己要认真翻行的啦 不知道自己有过失 知道以后 没有惭愧心 不想改 我把它两个放在一起 都是知道不知道 不知道 所以不知道要改 知道了 没有惭愧心要改 第三点 虽然知道 虽然想改 业力习气所欠 忏悔力量不够 第四个 已经很努力的去忏悔 已经很努力的去对质 那为什么还是不行呢 精进不够 还不够精进 第五个 或许是你的方法不对 正面 正面 正定 不足 也就是说 你没有找到正确的方法 让你能够呢 有正面 有正定 所以这几个 有层次的 你慢慢去思维思维 我们怎么样才能够让自己呢 慢慢进步上来 好 对于刚刚讲 有一段呢 忘记补充就是呢 六九四页的第二行 我写错了 不是六九四页的第六行 是六九四页的第二行 所以请你们把讲义那个 耐六改成二 就是那个五十条基 拌满垂教 来解释苦心悔育 也就是说 慧书 黄念主导居是引用慧书 慧书里面有用了这两句话 那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五十条基就是天台的五十八教的五十 把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说的 就分成这五十 华元时 阿寒时 方等时 般若时 法华涅槃时 所以这样叫做五十条基 为什么是条基 把众生的根气慢慢的调熟 慢慢的调整调整到成熟 终于可以接受成佛的一佛圣 法华时 法华涅槃时 刚开始讲华涅槃就是成佛的法门 但是众生没办法一下接受 只好从头来 阿寒方等般若 到最后根气成熟了 才讲法华涅槃 这种成佛的法门 所以呢 为什么叫做苦心悔育 那半满垂教 智泽大师跟窥记大师的解释 半教满教呢 就是大圣小圣 半字呢 就是小圣 满字就是大圣 但是湛然大师呢 更进一步的解释 配合天台四教来说 葬通别圆 前面三教 葬通别三教 都是半字教 只有圆教才是满字教 这是天台的说法 另外一个说法 北位菩提流之呢 他说 佛陀成道以后 十二年前面的十二年 讲的 有相 小圣教 半字 十二年以后讲的是大圣的 般若无相 空礼 是大圣的 这才是满字教 这个是菩提流之的讲法 那天台 自序 偶艺大师 教官刚中 把这个五十里面的方等时 特别有讲到的 对半明满 方等时 叫对半明满 什么意思 对着三藏教的半字 生灭门 讲通别圆教的满字 不生不灭门 所以一个是三藏教 后面是通别圆 然后一个是生灭的 一个是不生不灭的 半字满字 两句话就把 把这个半字满字呢 就把四教 跟生灭不生灭 同时点出来 这个学天台的 大概一看就懂 那没学过的 大概你先落个印象 有所谓的半字满字 最简单的讲法 就是大圣小圣 然后比较复杂一点的话 就是天台的 障通别圆 像正常大师讲的 障通别都叫半字 只有圆是满 可是教官刚中 那就没有这么严格 生灭教是半字 通别圆是大圣 所以是满字 好 这是补充说明 再来 695页 这边 洗心意行 经文的解释 奉持经界如平德宝 改往修来 洗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洗心意行 洗心 就是把你的心洗一洗 把肮脏的 心的污垢 洗一洗 所以他这边写了 洗除心垢 把心洗一洗 让个污垢去掉 一行呢 就换 换 换掉什么行为 换掉你的恶行 换掉你的邪 所以你注意看 那文字哦 皇帝主老句是 先讲 子恶向善 再讲 去邪从正 再讲 回小向大 接着讲 舍为存真 所以他有层次的 先从善恶来说 然后呢 能够断恶修善 在善中里面 再仔细分辨 邪正 不要走入邪的善 要正 然后呢 从正的善里面 有大小 有大圣小圣 然后同 要转向大圣 然后同样的大圣的善里面 有真有为 你说大圣哪有为 那就是呢 没有圆满 不够圆满 这样子去讲 好 这个是有层次的 这样叫做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所愿则得 皇帝主老句是呢 就没有多加解释了 说你能够这样修 自己就能够得感应 福利明家 凡所愿求 都可以圆满 将所愿则得 对这件事情 对这句经文的解释 请看 镜空和尚的开始 在讲义第五页 和尚开始呢 说你所求愿 不必要念念去求 为什么 你只要照着经文 这样讲的 你好好修行 依教奉行 招文戏改 喜心意行 自然敢将 不是去求的 是你心清静 身清静 自自然然就有感应 敢将就是感应降临 自然的感应降临 不需要求 所以才叫做 所愿则得 你一定可以满怨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我们求愿 能够圆满 是你心得自然的感应 为什么 因为事出事件 一切法都是为心所现 为事所变 自己身心清静 你透过修行 身心清静 心里念什么 就有什么 你说没有呢 我们好像现在念的 都没有 那以此略推反过来 身心不够清静 所以才没有办法 念什么 有什么 那他和尚就说 你看 西方极乐世界的众生 身心极其清静 所以一切受用 是应念现前 他用一个 最特别的例子 让你了解 为什么可以 一切受用 应念现前 身心清静 所以他就接着解释 洗心益行 洗心 用佛号 把心里的污染 洗得干干净净 益行 就是改换以前 不好的行为 简单的这句话 就讲 黄念主老 就是解释比较多 你能够心清静了 行就清静 身心都清静了 自然而然 就有感应 我们念佛的人 能得到一切 诸佛如来的护念 得到荣天善神的保佑 所愿则得 就是有求必应 求往生 得往生 求成佛 得成佛 这么大事 都能够求得到 何况其他的小事 你说没有 我求那个大乐透 中奖都不会 那个不是 不是你该求的 这个听说 听说有人说 这种中奖 这么大的奖金 要给谁中 听说天地鬼神 之前都要先开会 然后各地方的这些城隍 什么都要报上来 比较一下谁的福德 在这段期间 够资格领这笔钱 所以是由城隍 然后集合开会之后 不晓得是由谁去主管 听说是这样 那么各位想一想 如果我们是要修行 想要求往生 想要求解脱的 可能城隍 报上去都说 嗯 不错 这个人修行 不错 应该得 大概现在呢 已经报上去了 观世音菩萨会出来说 不行 不能让他得 他得了 就会着世间的福报 因为这个修行人 虽然修了很多善 但是呢 好像清静心 禅定功夫还不太够 所以观音菩萨会出来 祝旨 不能让他得 哇白人 我会祝福 让他一定要得解脱 往生 你这样想一想就说 怪不得我都求不到 就会比较安慰一点 要不然所愿则得 我求那个 不用求多 不用那十几亿 我几百万就好 我都求我 没有 那是观世音菩萨出来 给你祝当 不能让你 想福报 想大 修行人 佛地子的喜爱 有一点点苦 才能够维持道心 一声让你想福报 你就不记得修行 这样想一想 心安 所有的福报 都用来求往生就好 其他的话 就是生活过得去 就OK 这是最大的福报 生活过得去 学佛没有障碍 最大的福报 所以这边写的 你看 求往生求成佛 都能够得到 何况其他小事 没有得不到的 真正是有求必应 有求不应的时候 一定是你心地不清净 言行不善 没有感应 心地清净 言行纯善 没有不感应的 真的是 佛事门中 有求必应 这是老和尚的 这段的开示 好 接下来 695页 佛所行处 国义秋句 这一段 那么 什么叫做 佛所行处呢 请你翻过来 696页 黄念族老句式呢 是说 佛所行礼之处 所到之处 另外呢 还包括了 后世佛法流行之处 所以是佛教 佛法流行之处 所以经文呢 说如果有佛法的地方 天下和顺 日月清明 风雨以时 灾力不起 国风明安 兵戈无用等等的 请看今天 这个讲义第五页 金宽和尚的开示 说这段经文 就是我们 中国古善先贤 所期望的 大同世界 后面讲的这些 大同世界 所以第一句话 就最重要了 佛所行处 就是佛陀教化 或者是佛陀教育 圣行 普遍推行之处 不是我们基金会 真的是佛的教法 佛陀教育 正如同我们中国古人 治国平天下的想法一样 李济所讲的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对于这句话 老和尚常提 请你翻到第六页 我把他的前后文呢 栽入给各位看 李济学祭篇 他前头有写 欲不着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道 赐故 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也就是说呢 你要统治一个国家 最重要的事情呢 先做教育 教育的工作做好了 整个国家呢 就比较能够安定 能够强盛 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是最重要的 所以回到前面第五页 老和尚就解释 就是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建立一个国家 统治老百姓 什么最重要 教育最重要 教学为先 所以这边的经文 这个地方就是讲 这边的经文 就是在讲 教学为先 佛所行处 就是有佛法教育的地方 所以佛化教育的重要 经文的弥补文化 大家都能够接受 佛的教育 就能够改变气质 改变供业 其实我会加上一句 供业就不一样 大家知道修行 有真的接受佛的教法 供业改变了 大家都愿意修善业 善业的力量强 等于供业里面 是善业力量强 当然整个国家社会 就会富足安乐 就会很 很这个 国锋民安 这样子后 因为你看接着讲 老和尚的讲法 都知道因果报应 都晓得断恶修善 所以就天下太平 这地方 这国土 决定是吉祥的 依报环境 就随着人心转 因为贡业已经转了 所以依报环境 就跟着转 人心善 就是日立风和 天和 再立不起 是石和 天和 人和 天地 十 天地 都合 胡所行处呢 就是佛陀 教育普遍 推行之处 这是另外一次的讲法 我把两次合在一起 上面那个是 有一次的讲法 后面这个又另外一次的讲法 大家都念无量寿经 都照无量寿经的 理论方法 修行的地方 就会有好的国报 大自一国 小自一个村庄 真正奉行佛的教诲 就会自然赶将 所以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佛教 佛陀教育 普遍推广上去 就是后面讲的 用科学技术 用工具 用卫星电视 网机网络 让大家都能够接受 方便很多 好好利用它 这是非常好的工具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 要不断的去推行 这个佛法教育 有人说 你看有佛教的地方 哪里是 如同你经文讲的 你看以前印度有佛教 也不怎么样 你把英国推错了 是因为佛教慢慢的 被当地的 本来的印度教 又给推翻了 本来印度教 就是他们传统的宗教 释迦牟尼佛出现之后 慢慢的就一转成 大家来学佛 信佛教 可是释迦牟尼佛 入灭之后 佛弟子 慢慢的 没有像佛那么厉害 没有像 加塞尊者 阿难尊者 这一些大修行者 那么厉害 慢慢慢慢的 佛法就不叫 没有那么的普遍 印度教 又重新回来 甚至最后佛教 离开印度了 所以 所以 印度 就变成这样 我们也可以这样说 所以要搞清楚 是有佛教的地方 国家 民族 会 富足 那 会不富足 一定是 佛法慢慢在这地方 衰微了 那现在 在印度有一批人 在家人 出家人 比较少 在家人为主 慢慢希望能够 恢复真正的佛教 在印度 他们正在努力 所以 也很期望 这个将来 印度能够再有佛法 兴盛的时候 那么 后面 六百九十六页的注解 原则上 这些经文的注解 都不是很难懂 所以 各位就可以自己看 请看六百九十七页 我哀如等 胜于父母念子 佛对众生的慈悲 哀敏 超过父母对子女 这一段 你看六九七页 黄年族老居士的注解 父母对子女的照顾 就限这一生 一世 佛的时间 对众生的照顾 是无量节 第一个是时间 第二个 有时候父母对 好几个子女 还是有一点点偏心 虽然没有偏很多 但是还是会偏 不太平等 佛的平等心 一定是对众生 都平等的大慈悲心 所以这个平等心不一样 第三个 子女如果不孝 父母就会讨厌 但是佛对众生的慈悲心 那不一样 佛反而怜悯 恶逆的众生 对于不信佛 甚至毁谈佛法的 佛对他们更加怜悯 更可怜 更可怜他们 所以这个是 这种慈心 慈悲心 是不是真心 有时候父母会看条件的 但佛的真正慈悲 是不看条件的 第四个 父母养的是色身 佛养的是内心 所以请你看今天的讲义 第六页 这边 慈悲道场忏法 就是慈悲水忏 水忏里面有这一段 诸佛慈念众生 过于父母 今年父母念而 持子一世 佛念众生 慈心无尽 就是时间 无尽节 父母见子 悖恩为义 违背了父母 忘恩忽义 父母有时候心生会恨 慈心博少 诸佛菩萨不会 见到这一种 慈恩为义的众生 悲心义重 乃至呢 这样的众生 因为造恶业 毁谤佛法 多到三恶道 甚至无间地狱 你看乃至入于 无间地狱大火轮中 待诸众生受无量苦 是诸佛 诸大菩萨 爱念众生 过于父母 而诸众生 无名互慧 无名盖住了这种慧心 烦恼复心 于佛菩萨不知归相 说法教化 一不信受 乃至呢 出言其毁谤 未曾发心念诸佛恩 佛都不放弃 佛都没有放弃 所以即使如此 佛慈不减 佛对众生的慈悲心 没有减少 最后我补上的就是 养育不同 就是课本讲的 父母养生 佛能养我们的慧命法身 所以这就是经文 圣于父母念子 然后再回来 课本六九七页 我于此事作佛 就是说佛世界 五作二事 成佛 以善公恶 专能教我们 要行善断恶 要能够拔生死之苦 令祸无得 生无为之安 这个 那么后面六九八页的解释 他解释那个 无波尼环 尽道渐灭 这句话 佛入灭以后 这些经法 慢慢的灭了 佛入灭入涅槃以后 他这边写 释迦正法五百年 向法一千年 末法万年 以前我们就跟各位解释过 正法跟向法 有四种说法 一个五百 一个一千 你就这样互相配一配 正法五百 向法五百 这是第一种 正法五百 向法一千 正法一千 向法五百 一千跟五百互换 这样就两种 最后 正法一千 向法一千 第四种 所以总共有这样四种说法 但是这四种说法 共同的就是 末法都是一万 一千年 这样就比较好记 所以不管他怎么写 你看怎么会五百年 不是一千年吗 刚说了 就有这样四种 但是法要灭的时候 法灭尽经讲 所能言经先昧 请看讲义 法灭尽经 说在大正上十二册 但是没有义经的人民 这是比较会让人家怀疑的地方 然后呢 佛林涅槃说 末世魔仲比丘 不如法世 驾沙变白 你说那驾沙不能白的吗 不可以 一定要坏色 青色的黑色的 不可以是白色的 所以这个是法灭之相 所以经文里面有提到这句经文 第一个守能言经 第二个波舟三昧经 先化灭去 十二部经就是大圣经 接着一步一步不见了 静不互现 完全看不到经文 沙门驾沙自然变白 就是有这样的经文 这法灭尽的时候 好 回到六九八页 最后 弥勒菩萨合掌白眼 世人恶苦 如是如是 佛皆慈爱 悉度托之 受佛重回 重回 都可以 不敢为师 所以这个弥勒菩萨 我们特别强调了 前面就讲过了 弥勒菩萨都遵照 释迦牟尼佛在这边讲的 不敢为师 他一定会弘扬净土法门 介绍极乐世界 乃至讲无量寿经的 劝大家念佛 往生极乐世界的 所以这边 你看六九九页的第一行 弥勒大事乃本经菩萨众之当机 所以能够生明本经密 了解这个最重要的关键 才会说 世间人恶苦如是如是 但是佛的慈悲 惜度托之 为什么皇帝主老君 是要这样注解 因为弥勒菩萨 才了解这本经的 真正的密奥 关键最重要的 所以他可能讲 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都能够得解脱 惜度托之 所以他引用绝症极果 二十二品 这段经文在四百七十页 善男子善女人 以生当生 往生极乐世界 已经往生的 或是将来要往生的 皆惜助于正定据 决定成佛 正于阿纳多勒三百三不提 这不就是西度托之吗 阿弥陀经有这段经文 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 皆得部队 转于阿纳多勒三百三不提 都以生今生当生 这样子 所以请看讲义 西度托之 佛说一切法 未度一切众 你真的体会到 都能够度一切众生 用念佛法门来度托众生 三根普辟 利顿全收 五逆十二皆可度托 弥勒大事 身领佛悔 故合掌 敬谢 赞叹如来 的确是这样 而且说 受佛重毁 不敢为师 所以一定要学弥勒菩萨 要体会佛的 释迦牟尼佛 本是释迦牟尼佛的慈悲 效法这种佛 效法弥勒菩萨 发心弘扬净土法门 来度托一切众生 希望各位能够这样子 最后受佛重毁还是重毁 请看这个净空牢上的开示 你看 弥勒菩萨殷勤接受佛 一而再再而三的教诲 慈悲道的极处 不敢违背 不敢不遵守 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训 尽心尽力去做 把它做到圆满 没有欠缺 这才是真正的不敢为师 要把它做好 做到圆满 这才叫做不敢为师 所以三十三品 三十三品是什么 你看 劝欲侧尽 三十三 三十四呢 心得开明 三十五着实恶苦 三十六如 这个这个 重重毁勉到三十七 如贫得宝 这样子 这五品 一般人很难发现自己的过失 常常读这五品 像一面镜子 会照见自己的心形 发现自己的过失 然后真正能够改过自新 所以老师很仔细地把这个解释 不敢为师 要照经文这样来修行 然后受佛重毁还是重毁 如果是重毁 重要的教毁 重毁就是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四 不断重复地讲 显示出佛的苦口婆心 两个字都可以 受佛重毁 受佛重毁 不敢为师 重点在于不敢为师 今天我们就把这个三十七品结束 然后下礼拜就进入 礼佛献光第三十八 订阅我